你告訴我的寶寶呢 我現在看到了什麼 我們可以訓練寶寶 表達能力還有他的感官 大家好我是萬里媽咪 懷孕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以我算一胎的經驗來說 我真的覺得胎教是必須要做的 他出生之後比同年齡的孩子 相當比較冷靜 而且比較容易去適應環境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 潛能胎教的四個方法 方法一 撫摸 寶寶在懷孕前期 就有觸覺感知 透過撫摸肌肉和淋巴的方式 而不是按壓穴道 來建立親子關心 只要把手輕輕放在皮膚表層 撫摸過去就能達到一定的效果 有些媽咪會擔心 大範圍的撫摸肚子會造成公縮 但是我們並不是用按壓的方式 而是用撫摸的方式 反而讓寶寶可以感覺到很舒服 刺激寶寶的免疫系統發展 假設你和你寶寶溝溝通的時候 就好比我來講的話 我可能在睡覺之前 我會摸摸我的肚子 用兩隻手指頭敲敲肚子 跟寶寶講說 我們一起來睡覺吧 建立你和寶寶固定的溝通手勢 方法二 翻面能舒服的音樂 要注意的部分是低音會優於高音 您就發現 低音透過羊水和子宮 傳送到寶寶的耳中 衰減是最少的 另外啊 太叫音樂啊 不能太大聲也不能太吵 其實爸爸媽媽呢 他翻音樂的時候 他可能會翻有那種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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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有這種聲音的音樂 因為這樣會讓寶貓被嚇到 而且他這樣情緒比較不穩定 如果媽媽 你會放掉我們 咬咬咬水的聲音 你可以閉著眼睛 想像一下 我們的寶貓 這時候你的寶貓 他的潛意識 會跟著你眼中的畫面 同時在一個舒服的環境裡面 方法3 看寶貓說說話 透過與遲的範只 可以幫助學習語言建立個性 也可以傳達爸爸媽媽的情緒和日常動作 這裡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講話的內容 還有不同的效果 對寶寶的光碎 例如可以跟寶寶講說 寶寶大家都對你很關心很愛你 結果你能健健康看平平安安的長大 這樣的方法可以讓孩子感受到安全感 第二個我們可以做實況轉播的方式 告訴我們的寶寶 我現在看到了什麼 例如說我現在看到了有一片大海 而透過這樣子的方法 我們可以訓練寶寶 表達能力還有他的感官 再來我們可以跟寶寶做排教閱讀的部分 我們可以讀故事給孩子聽 可以選擇爸爸媽媽喜歡的故事 但是不建議你們選擇太恐怖的 或是太刺激的 我們盡量以快樂或是溫馨的故事 去選擇讀給寶寶聽 這樣子他們以後出來 情緒會比較平穩 方法是運動 在沒有要安胎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做一些舒緩的運動 媽媽可以轉轉腰讓羊髓扭動一下 這樣子可以刺激胎兒的全身 以下我們來示範這個動作點 媽媽慢慢看 兩腿張開稍微比肩膀寬 深呼吸數次 給通知孩子 開教要開始囉 大家感覺身體慢慢放鬆 就可以進行下一步了 步驟一 吐氣 轉動肩膀向左邊 雙手同時放在左側 維持寺廟 再吐氣轉正 接著換邊 轉到地點時也可以說出左邊 或是右邊 讓寶寶一起參與 最後 幫大家統整一下 這一集的內容 且你開教的四個方法 一 扶摸 二 放力能舒服的音樂 三 看寶寶說說話 四 運動 如果沒有使用這些方法 也歡迎你在下方留言 跟我們說 這些方法有沒有效 或者你有更好的方法 也歡迎跟我們大家講 大家會非常的感謝你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小笑 為你打招的第二個客廳 回憶是 愛戀小媽咪 最時善舒服的孕婦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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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時善舒服的孕婦磚